叶湘伦 音乐天赋非凡的高中生 陆小雨穿越到20年后的音乐天才 叶湘伦 音乐天赋非凡 刚转学到老爸当训绕主任的学校 就被那里的老琴房洗 他参观琴房的时候 听到一首美妙的钢琴曲 叶湘伦跟随琴声寻找 意外遇见了一个清理脱俗的妹子 放学后叶湘伦与谈琴妹子搭讪 得知对方名字叫陆小雨 叶湘伦和小雨彼此心意 很快就进入恋爱节奏 但是久而久之 叶湘伦发现小雨经常不来上课 而每次询问原因小雨都说 我刚去练琴啊 叶湘伦没有怀疑 依然沉浸在恋爱的喜悦里 这一天叶湘伦和学校 一个牛逼的学生斗琴 也来无数脑残 小雨询问斗琴原因 叶湘伦表示 是为了赢一颗茶叶蛋 为了这颗卤蛋 你们台湾人也真是够了 叶湘伦和小雨打情骂俏 身为训导主任的老爹 却突然出现 叶湘伦 叶过来 谈恋爱被发现 叶湘伦非常紧张 没想到老爹只是教训他 不能在操场吃茶叶蛋 这真的是重点吗 叶湘伦带小雨逛CD店 小雨偷偷亲了叶湘伦 但是这导致小雨气喘发作 原来他患病已久 不能做情绪激动的事 叶湘伦心疼之下拿出一本琴谱 送给小雨 并说明这才是他斗琴的真正原因 叶湘伦和小雨进入热恋 但是有一天小雨突然不见了 15天后小雨终于出现 叶湘伦给他传纸条 约定在琴房见面 没想到来的却是暗恋叶湘伦的情谊 叶湘伦错把情谊当小雨 俩人接吻被小雨看到 小雨伤心欲绝固嘟着离开 小雨一消失就是五个月 专业毕业典礼到了 叶湘伦弹琴时再次看到小雨 两人约定在教室见面 但是叶湘伦到教室的时候 却并没有看见小雨 你刚才知道我们帮我看那个女的吗 女的 是舞会用跳舞那个 用跳舞 神经 从来到底不就你自己原来跳 叶湘伦惊呆了 她仔细回忆 发现一直以来只有自己能看到小雨 叶湘伦开始调查小雨的身份 她找到小雨的妈妈 发现小雨竟然已经去世多年 而叶湘伦的父亲也证实 小雨是二十年前自己教过的学生 叶湘伦终于明白 小雨和自己不再同一时刻 她每次都是穿越过来 和自己在一起 叶湘伦想起那首小雨弹奏的钢琴曲 找到穿越的秘密 她回到钢琴房 飞快地弹奏那首曲子 终于回到了二十年前 再次与小雨相见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